字幕提供 來!5030你看麥,5030 喂 5030你好,喂 喂,有聽見嗎? 有有有,5030你好,來安安幾歲哪裡人? 28歲在嘉義 28歲嘉義的5030 好,來5030,你想說什麼啊,今天 我今天要聊那個,就是 之前那個江澤民去世的事 江澤民去世的事 可以啊,因為我今天call in不現主題 你說 因為你之前直播了,但是我那時候沒有講 那我想說今天可以來聊一下這樣 你要聊江澤民去世的事情 還是江澤民還在世的時候他的事情 就是因為他去世有沒有 所以我們現在來聊一下關於這個人 好,聊關於江澤民這個人 來,你要聊一下 你要說他怎樣 我這邊其實主要想要探討 就是說關於江澤民掌權執政的時期 給中國帶來什麼 江澤民掌權執政的時期給中國帶來什麼 哦,好,你說 其實基本上 這個 因為剛好也是因為逢他過世 所以我們再重新來檢視一下 他這個人過去所帶來的一些事情 那基本上在我看來 我認為江澤民他實際上 他實際上 當初之所以能夠當上這個 總書記 就是因為中共內部妥協的結局 你靠麥近一點哦 你離麥有點遠 喂,這樣聽來清楚嗎 對對對,你要保持這個距離 你是說江澤民能夠掌權當總書記 主要是內部妥協的結果 是不是 對 就是 因為其實他 在中共黨內的威望 並不高 但是 因為說 就是他在 擔任 就是 上海 應該是上海 就是主政上海的時期 之後 就是他對於這個 當初爆發那個抗議潮 就是 處理的還不錯 所以當初被那個 鄭小平給看中 那也因為這個契機 所以說他最後才會出現 然後來接任這個總書記的職位 所以他其實 要不然你去看他的資歷 其實他 之前在這個表現上 其實是平平的 也沒有什麼 太大太足處的一些表現 他最後居然能夠當上總書記 這麼高的一個職位 那其實就是很大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這個4.0的發行 就是因為當初 六四的那個學草 發生 但是我們現在就是 要進步在講 就是說 他執政下 就是 給中國帶了一些什麼 江澤民執政下 給中國帶了一些什麼 帶了一些什麼 其實在我看來 其實江澤民 他是一個 貪污腐敗的一個象徵 我覺得 江澤民是一個 貪污腐敗的象徵 對 因為其實 如果你去回覆的話 整個中國的就是90年代 真的是一片混亂 不論是在這個政治上 經濟上還是治安上 真的是一團糟 那個時期中國真的是非常亂 不過這個也是因為那時候 因為中國他們那邊都在轉型 從政治上到經濟上都在轉型 從原先 從原先的毛澤東時代有沒有 然後到鄭小平時代 這個轉換 所以才 所以這個混亂出現 這個我認為是一種必然的 因為那 的調整是相當的巨大的 但是 又由於說 就是 因為江澤民這個人的 個性 原故 就是 所以使得說 他接掌了這個勝權之後 讓這個局勢更加的混亂 也就是說他的統治 會使得原先就已經很混亂的 這個中國的政經情況 變得更加糟糕 江澤民 江澤民 掌權 掌政 讓中國的情況變得更加混亂 對 所以我才會說 就是說 在江澤民主政的那個時代 幾乎是 可以說是 中國內部 算是一段黑暗時期 喔 江澤民主政的時候 中國內部 一段黑暗時期 你現在 你知道 像他 當時 當政的時候 中國東北 有那個 國慶下崗道 下崗 下崗 我知道 因為那個時候 就是 他們中國在面臨改革開放 因為 政府也沒有錢 已經有 也沒有錢去養這麼多 國營企業的這些工人 所以就強制他們 就是離開他們的工作崗位 所以當時就有 這個下崗條約 是中國東北那邊 因為中國東北原先 在他們就是中共 全面建政以來 那裡是一塊重工業的一個體地 所以有很多那些國營企業 在那邊 但是現在因為 要改革開放 然後政府也沒有錢 再去負擔這些工人這些薪資 所以就要他們離開 他們已經到了很久這些 工作單位這樣 所以那時候就有傳出很多 那種慘絕人寰 黑資 譬如說有什麼 慘絕人寰 對啊 比如說有人就失業了 然後窮困潦倒 流浪 甚至有一家 全部都自殺的這種新聞 而且這種 就是說這種悲慘的事情 在當時那個環境 那個是 真的是隨處可見的 所以說他的一些改革的 一些做法 所以我為什麼說他的一些做法 更加劇的這種混亂 這種 腐敗的這種情勢 對 喔 OK 好 那 很像 因為 所以說 我認為就是他 江澤民的這個執政 對中國來講 我覺得是一個悲劇 悲劇啊 因為就是在那個特定的時代下 然後 他個人自己本身也不是那種就是 有 那種 想要積極整頓的那種政治家 他反而是那種放縱的 就是縱容這些腐敗事情的發生 嗯 OK 好 所以 說 就是讓 你 你這些認知 你這些 認知 理解是 是從什麼管道來的 嗯 就是 查閱那些 網上的資料來的 喔 好 好 OK 你整理出來就是 好 對 對 那其實 不論是 剛才講到是就是 經濟方面 對不對 那還有在軍隊方面 其實也是一款混亂 嗯 因為當初 我剛剛不是有說嗎 因為就是 楊澤民他在政治上 威望不高 對不對 其實他在軍隊也沒有什麼威望 所以他其實 其實在軍隊的狀況也是一樣 怎樣 那這種情形的話 他就是會說 給軍隊開放變成 是不是 那時候 其實軍隊經商是從鄧小平時 其實就開始 因為那時候 軍隊經商 OK 嗯 對不對 改革開放 那政府又沒錢 嗯 那軍隊自己去投措 幾要的那些 錢糧 自己去付 那其實 這個 江澤民也是接這個鄧小平 鄧小平的派 就是 所以說 那他也是為了說 要攏絡軍方 是不是 所以也是 承接了這項政策 就是讓軍隊可以經商 可是他後期 是禁止軍隊經商 可是問題是 你看是說 他好像是 決心要整頓這個軍隊的腐敗 對不對 但是就是 中共的解放軍 的這個腐敗 卻也是在他的任命達到最高峰 對 就是他們當時候 就是有各式各樣的這種 走私的事件 甚至還有 還有這個運輸服品的事情 這種事發生 所以其實在那段時間來講的話 對於解放軍來講 也算是一段比較黑暗的事情 OK 好 在這個江澤民時代 好 但是他後來禁止軍隊經商了 不是嗎 對 但是問題是這種情況沒有改善 就我說他禁止軍隊經商 只是一種形式上 我可能他也意識到說 這個腐敗問題真的是很嚴重 所以說就 下的這個 只是說禁止軍事上 但只是口頭上這麼講而已 可是 實際上他並沒有說 真正的去根絕這個腐敗 沒有說沒有去用力的查氣 就是真一隻眼第一隻眼 就是你軍隊只要不要出太大的亂集 那你私底下要繼續走私 那其實我也無能為力 甚至我是也是放熱量 繼續這麼做 好 其實這個 這個還有一個陰謀論 你知道嗎 還有一種論點 是這麼說的 就是前期允許你去經商 就是為了要籠絡你們 籠絡這些軍統 開大開放電視門給他們 但是後期不允許他們經商 就是為了要斷掉他們的財路 因為不允許經商 他們就是沒有經費了 那他們的經費勢必要更加依賴中央的國管 那這麼依賴是不是把軍權收容在自己的手上 所以說也是有這麼一說 就是說他這個轉變 也是為了要順利的 就是掌握住軍隊的這一條線 好 也是有這麼一個說法 但是不管怎麼說 就是說在江澤民的這個主政之下 中國的這個政治經濟 還是軍事狀況 那其實都是很糟糕的一個事情 這個你必須 我必須怎樣 你必須去了解一下 好 那我們再來談到就是說 其實江澤民他自己本身 本人就有講過 他認為他執政的時候 他做了三件事 哪三件事情 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那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什麼 市場經濟啊 那所以就是什麼勒 在我的解讀 我的翻譯就是搞資本主義啊 哦齁 那其實這個事情其實也不稀奇啊 因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搞資本主義嘛 這個是鄭小平時期就已經確認下來的事情 那其實江澤民是 就是更加堅定的 確認了這個事情的繼續 就只是這樣而已 我們是真的就是 要搞資本主義了 而且是要搞到底這樣 那其實我們話再說回來 就說這個事情 其實也不是說鄭小平的時候才開始想做 早在這個劉少奇的時代 你曉得嗎 劉少奇 我不曉得了 你說 就是過去 劉少奇在主政當這個國家主席的時期 劉少奇他就想這麼做 但是到毛澤東他都還在 最後沒搞成 那所以到後來毛澤東過世了之後 鄭小平掌政 其實他們內心想做的事情 早就已經有了 嗯 所以其實如果說要 住員的話 他們早就想要幹監事 嗯 只是一直等到鄭小平時期 才做起來這樣 嗯 那 這個是第一件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是 這個 鄭小平理論 鄭小平理論 就是 寫入了黨章 跟中國的憲法 嗯 那其實 嗯 鄭小平理論也是 就是他理論的一個主要的核心 就是我剛才上講 就是確認這個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運動 嗯 對 所以其實這第一件事情跟第二件事情 其實差不多的 其實差不多 只不過因為他 把這個 鄭小平理論放進了這個憲法裡面 所以就會變得讓 原先就布倫普類的憲法 更加的 布倫普類 好 OK 就是讓他的整個憲法 變得更加的面目全非啊 對 因為把鄭小平理論又放進去了 好 那個 對 對 那個 那個 五十三零 你說你的這些 這些資料都是來自於網路上自己去收集的 是不是 對啊 我可以大概知道是什麼樣子的管道嗎 什麼樣的管道 都有啊 維基百科啊 還是說 新聞報道啊 這些的 新聞報道 維基百科 不是 不是其他頻道主就對了 是你從 文字上面得到的 一些整理出來的資料就對了 頻道主也是稍微有 但是主要是 一些文字上面 會比較多 文字是什麼樣子的網站 可以知道嗎 那些網站都不太一定 就像我講的有維基百科啊 還有一些什麼 比如說什麼 什麼端傳媒 什麼這種之類的 端傳媒 OK 好 我舉例啦 不一定是他 好 沒有關係 你大概告訴我 比如說端傳媒啊 維基百科啊 或怎麼樣就好了 對 然後第三件事情 就是他的那個 三個代表演 那這個其實 我們也沒有必要深入做介紹 我是覺得說他 這個東西就是 一種偏向比較空洞的廢話 你知道嗎 他這個東西就講的 就比較空洞 然後 最後一件他說 他還做一件小事就是說 軍隊不允許經商嘛 就我剛才前面講 對 對對 他覺得說 他這樣一個表現 是讓軍隊變得更加的親緣 實際上 其實並沒有 因為軍隊在他的 那個主政時期 其實都是很腹敗的 直到從這個 吳錦濤 時代開始 還慢慢比較好一點 然後更不用說 現在習近平時代 就是 嚴打倡務 好 所以也就是說 其實 江澤民的這個主政 其實是很失敗 很糟糕的 你知道嗎 其實我覺得這個 你講了我才知道 我本來不知道 那你繼續 那你繼續 這我的看法 其實這個剛好一個對比 你知道嗎 我覺得他剛好可以跟 這個李登輝來做一個對比 哦 我正想問你 那你來說說看李登輝怎麼樣 對他同時期李登輝嘛 那你覺得李登輝如何呢 我們現在是不是很時常聽到說 我們稱李登輝為台灣的民主改革之父 民主先生 有沒有 民主之父 對 民主先生 有印象嗎 當初有一些這樣的稱號 民主先生 李登輝主政時期的台灣 也是台灣 就是在政治啊 治安 經濟史上 很比較黑暗 動盪 這你知道嗎 對知道 黑金政治 黑金政治啊 還有什麼 屏東的那個什麼 黑道縣長 有沒有 五折元 那都是發生在李登輝的 對不對 然後那段時間 台灣的這個治安也是相當不好 是 對 對 其實 當時候李登輝的上台 其實也是一個一人機會 也是一個巧合 嗯 那時候好像只是說 排定李登輝來接那個副總統 那只是 不小心就是剛好 是 然後還推行這一系列的改革 雖然說他的這些民主化的改革 對台灣的這個民主政策 確實是 有比較好一點的發展 問題是 在他的這個主政之下 他為了要融落這些地方的派遣 結果他大搞這個黑金政治 這個也是不真的 那個時期台灣的國民黨 會旋啊 黑金啊 綁莊啊 這都非常理痛 對不對 其實這個也是李登輝 融落這些政治人物的一種手段 嗯 所以那個時候 台灣的這個 政治狀況 是這個 不厭善盡 嗯 所以你覺得李登輝怎麼樣 而且一段時間 嗯 而且這一段 李登輝緊鎮的時間 剛好也是江澤民緊鎮的時間 是 嗯 所以說 剛好可以做這麼一個對 所以對比結果是 我覺得 嗯 結果就是說 我是覺得像這樣一個人的主政 其實說對政治 或者是對這個 治安來講 對經濟來講 都是一種傷害 你是說這樣子的人是誰 是李登輝還是江澤民還是兩者 都一樣 都一樣 兩個都是是不是 嗯 他們的統治的這種模式 這種融落 就是融落這種 政治還是經濟的 軍事的這種 方法 他的手法是一樣的 嗯 那其實這在我們後面來解釋來看 這對於整個國家或社會來講 都是有危害的 嗯 都是不好 所以 所以李登輝對我們 國家社會是有危害的 嗯 我覺得他的 主政之下 最主下 嗯 OK 所以 同理江澤民也是 嗯 嗯 雖然說他是帶來的這個民主感 嗯 但是 問題是 就是他放任黑心 有沒有 還是他縱容這些 雙腳 嗯 放任這些就是 死敗的發展 嗯 這個我想 應該也不是一個什麼 好的東西吧 對不對 好 嗯 OK 那所以說 我們再拉回來江澤民這邊 嗯 那江澤民也是一樣 其實他的做法 可能又會比更 鄭小平更加的開明一點 嗯 就是說他讓當時中國 就是原先毛時代那種 那種 那種智庫有沒有 那種 就是那種 民眾被束縫住 然後得到了一種解脫 嗯 因為他的統治 是比較寬鬆一點 也比較開明活潑一點 嗯 但是就是我講的嘛 雖然說在政治上 是比較活潑一些 但問題是 卻也帶來的這種 大量的參務時代 對不對 那你就說像這個什麼 國企下崗潮啊 帶來很多這種 家破人亡的悲劇 嗯 所以我們總的去檢視他 總的來看 我們會覺得說 其實這樣的人 當到了這個一個 國家領導人的這個位置 嗯 也可以說是一種悲劇 哦 OK 好好 好 那但是聽你這樣講 好像就是反正 江澤民 反正在他領導下 中國大陸那邊 可能是一場悲劇 那同時期的李登輝 對我們台灣這邊也是個悲劇啊 那我想 也是可以這麼說 對 那我想請問你 那你覺得 呃我們兩岸都講好了 那你覺得對岸這麼多領導人 你哪一個比較看得上眼的咧 其實都沒有 我是覺得 如果要說的話 我是覺得 講辛苦倒是還 對岸啦 在靠北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因為我已經說兩岸了 幹 我 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 我說是對岸啊 大陸這邊 欸欸欸 大陸 大陸這邊 對岸 我真的 不覺得說 中共有什麼領導人 是比較 比較優秀的 我就不覺得 哦 那所以 所以那那就是 因為都是在比糟糕的啊 哦 那所以兩 就台灣這邊 那那你剛剛就講嘛 那那對岸這邊是 基本上是沒有啦 在沒有到看你看得上眼的 那台灣這邊 你勉強你就 只 只看得上一個蔣經國 是不是 欸 對啊 但是他也是有他的局限性 對不對 哦 蔣經國也有他的局限性 哦 那所以反正就是說 對岸 對岸這麼多領導人 沒有一個好的 哦 那台灣這麼多領導人 也就只有一個蔣經國 而且還有局限性 哦 嗯 那那在你心裡面 但是 全世界近代 哦 你說你說 嗯 但是至少說 習近平的這個 就是對貪污的這個打 我覺得還算是更 哦 所以所以你是 你是欣賞習近平嗎 嗯 就 就他反腐少餐這件事來講 還是可以的 所以 所以你現在是 覺得對岸這麼多 這個領導人 你最欣賞的是習近平 是不是 嗯 也不能說最欣賞 是說 欣賞 我就覺得 就他在這個方面 某些事情的主義上 哦 我覺得像這種 做法我是認同 那這樣好 我問你 那你覺得 蔡英文跟習近平 你覺得誰 誰是比較好的領導者 比較好 嘿 嗯 這兩個 我覺得都不好 你 你比嗎 你覺得呢 我覺得 我是覺得都不太好 嘿 你硬要選一個 選票上面只有蔡英文跟習近平兩個 我可以都不選嗎 我都被票可以嗎 對 但是就是現在要硬選的話 嗯 硬選哦 嗯 我是覺得要看什麼 是啊 嗯 就比如說我剛才舉的 習近平他那個 早餐 反腐 嗯 這個我可能就比較提起這樣 嘿 那這就是你跟我說 比如說他對於這種 言論的壓制啊 嘿嘿 這個我顯然就不會去比他 哦 言論壓制太多了 我可能會比較平常看自己 哦 哦 那那那那蔡英文咧 蔡英文 他他他是 你問你為什麼又覺得他不好 嗯 蔡英文我就覺得好像 也沒做什麼事情 好像跟馬英九都差不多 有啊 他有做事啊 他快把抖音給禁了啊 抖音給禁了 嘿 欸 我說有沒有做一些什麼 積極正面的事啊 有啊 他不是把中間給關了嗎 嗯 我感覺上好像是 無所事事一事無成啊 蔡英文無所事事一事無成 那那那比較起來 那起碼習近平還有 有把那個貪腐給打了 不是嗎 那相對還好一點 對啊所以我說 我說看事情 對不對 他們做什麼事 欸 哦 OK 嘿嘿嘿 好 那你心目中最好 你說 不好意思 嗯 那我們再搖回來 你像我剛才覺得那個 那個代表理論吧 就是 那 什麼理論我都忘了 三個代表的內容 我們 我剛才說我們不去探討 但是當時候 民間有一個順口溜出來 說那個三個代表是什麼 毛澤東代表空隆旗帶 鄭小平代表 一部反壞 然後江澤民代表 參與不敗 所以說你看 就是 那個時代人就認為說 江澤民本身就是參與不敗的 一個代表 一個代名詞 所以可見我講的這個話 絕對不是風雪老風 我們事後再去看這段歷史 也確實是這個樣子 嗯 那只是說 因為說 中國在進入這個 吳錦濤時代 跟這個 吳錦濤時代之後 人民富裕起來 對不對 那個轉變是很大多 這個沒有小的 嗯 尤其是在這個 遷循之後 整個中國的發展是非常快速的 你知道嗎 跟以前來講 那簡直是兩個時代 你知道嗎 從一個時代 進入到另一個 全新的不一樣的時代 那個轉變是非常巨大的 嗯 那也就是說 慢慢的 人們已經會去淡忘 就是過去 江澤民所做過這些 就是政治上KM的這些事情 嗯 他反而會去懷念他 你知道 就是會去放大他的好 嗯 會去尋找他的好 嗯 嗯 然後去淡忘掉他 在執政的那個時候 那個當下 帶來這一系列的痛苦 好 這一些 黑暗的事情 嗯 你知道這個讓我想到 這一個人很像 你知道是誰嗎 是誰 就是這個 美國的前總統 胡佛 你有聽過嗎 胡佛總統 就是在小羅斯府前面的那位總統 喔 好 蛤 你有聽過嗎 好 沒關係 為什麼是他 有點我意外資料之外 嗯 因為 在小羅斯府前衛的總統 胡佛總統 在他的任內經濟過什麼事情 就是經濟大消災 是 那時候是在1929年發生的經濟消災 那時候胡佛總統任內 對於這件事情的處理是非常的糟糕 對 然後導致說 他後來就是不再繼續參加總統進行 嗯 然後後來就是這個民眾選 選擇這個小羅斯出來當總統 對 對 等於說 就是 民眾將胡佛這個政權 就是給拋棄了 然後胡佛當時候也因為 對這個事情的處理不好 都找著人生 淵深載道而已 就是 工品跟名氣都非常的差 可是幸好就是小羅斯府後來 主政的時候 把這個局勢給改善 一點一點的 把美國經濟給救起來 所以後來慢慢的就是 尤其是那個二次大戰爆發 然後美國就是 這個軍工企業啊 這些投入也帶動了美國這個繁榮的發展 所以在戰後 大家已經把這個事情給忘了 那時候胡佛還在世 但是人們已經就是 就是因為羅斯府取得成功 所以人們把這個事情淡忘掉了 對胡佛來講 就變得不那麼負面 也沒那麼頭恨 所以說他現在在中國的這個地位跟形象 就有點類似這個樣子 因為後面的取得成功 指責前面的這些痛苦跟黑暗被淡化 被通膽 在我的理解是這樣 好 OK 好 了解 這是我自己額外想到的 好 好 那我們剛才講的就是說 江澤民這些缺點 跟著他 執政的這些病端必定 那他有沒有優點 其實他也是有優點 人總不會說完全只有缺點 你要說他的優點當然也是有 對不對 就是說 江澤民 就是他的優點 我覺得也是他的這個 個人的一個 這個個性的利用 嗯 你如果去看歷代的中國的這個領導 包含現在的習近平 中國這些中共的這些領導 他們是比較 居領的 就是他們是比較死板 嗯 比較 開板的 嗯 就他們的行為基本上 但是你去看江澤民 包含他過往的一些 視頻 你會覺得說他這個人是比較活潑輕鬆的 對 對 比如說他在面對記者啊 怒刺記者啊 怒刺記者 那個畫面 對 所以他這個人的個性 我覺得算是比較 和藍可親一點 這個在中共一段的領導人 是比較罕見的 所以優點是和藍可親 比較活潑啊 我們這麼說 嗯 他的性格上比較輕鬆一點 嗯 所以這個大概算是他一個比較 算是特殊的一個點啊 好 好 就這優點 嗯 這個算是他一個比較大的優點吧 還是大的哦 好好好 OK 是啊 好 不然你說他的證積真的是 乏善可疑 這就是都是負面的啊 比較多啊 嗯 好 好 理解 那那個 所以我大概就是 要講的就更多 好 你特特別想要評論一下江澤民 跟那個李正輝是不是 這也沒講到 對 我就剛好趁現在這個 機會一口氣多講一點 哦 好好好 因為其實我本來也沒有想要 聊江澤民 但是後來想一想 欸 就突然又想到他了 欸 我就有興趣再去辦一下資料 哦 然後我再稍微再想想 欸 就又覺得想講 好 那你最近都在忙什麼 嗯 也沒在忙什麼 欸 欸 欸 我可以 我可以問你 你現在是在工作的嗎 對不對 嘿嘿 所以是 忙工作是 哦 嗯 對啊 那個 反正工作閒暇之餘 可以來稍微研究一下 哦 欸 對 有時候就是看歷史就是 比較有興趣 比較有趣的地方 有自己的一些心得跟結論 嘿嘿嘿 不然你就只是翻開書而已 說沒有一點自己的心得 這不是很可惜嗎 是是是 所以我說看一下一些書 還是說看一些什麼資料 欸 慢慢的都也是會有自己的一些心得跟想法 所以就拿出來跟大家討論一下 哦 okok 不錯不錯很好很好 歡迎那個5030多回來跟我們討論 好不好 哦 好 感謝你的機會 不會不會不會 謝謝謝謝謝謝5030哦 啊 謝謝謝謝你的分享 好好好okok 好 拜拜拜拜 好 來 下一位哦